你在这个戏里面 扮演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角色 在这个戏里面演的是一个 非常真实的 一个很勇敢的 女律师叫邹宇 哦 律师啊 律师 我觉得好像这样的一个角色 跟你的气质好像 不是什么特别特别的搭的感觉 因为你感觉很柔弱的那种 我其实一点都不柔弱 大家知道对不对 我柔弱吗 柔弱吗 其实这是被你吓到 私底下个性真的很野蛮 这个咱知道对吧 对对对 哎哟哟哟哟 还真是这样 特定的手势 而且呢 不容易的是 他在那个戏里面呢 演那个女律师嘛 你再说一遍 女律师 女律师 她有很长的一大段台词 都是法律相关的东西 对对对 很难耶 都是专业 欧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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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你转换一下角色 你这一刻不是主持人啊 你是男主角啊 你是男一号啊 OKOK 让我换个脸啊 要帅帅的啊 那个欧迪先生 请问您在这部片子里面 扮演的是什么角色 我扮演的是一位律师 他是女律师 你是男律师 对我是男律师啊 你真的是律师吗 对啊 青梅竹马 谁说青梅竹马 算了 大学同学 大学怎么那么不小心 考到这样一个学校 可以跟他同学 对这是我 这是你啊 我以为是苏永康呢 对对对 你知道吗 我为了演这部戏 真胖 为什么呢 因为说配角不能比主角帅 我很辛苦 一直吃一直吃 后来终于胖了 一直胖到现在 后来其实我看到他本人之后 我发现 干嘛真胖 我就算瘦也帅不过他啊 多虑了 瘦也帅不过他